非常多的國外的媒體 都完全關注 然後特別打電話 用電訪的方法來詢問 我必須要說的 這是在我12月提出質詢之後 教育部的記職司 也的確是做了一個所謂的調查 然後被我揭露了喜慕大學 也提出他們的一個反駁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些反駁完全是避重就輕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只是舉出一個例子 這是在印尼 這是在印尼的當地報紙 我把它放大來看 印尼的當地報紙 它怎麼告訴這些學生 我們必須要說 新南向專班 這些所謂的國際專班 它是這些學校 是可以拿到教育部的補助的 但是還有幾些基本的一個原則 就是你必須要學校的人 到當地去招募學生 不能夠透過仲介 而且學生來到台灣之後 你必須要從第二年開始 才可以所謂的實習 實習什麼叫實習 就是跟你所學的東西 有相關叫做實習 但是它也允許這些學生 可以每週有20小時的 所謂的打工 但這一切都要照大二 第二年開始才可以 我們來看看 這是教育部的規定 但是你看印尼當地的報紙 很多的仲介就告訴大家 目前台灣有四間大學 已經跟他們合作了 已經有跟他們合作了 然後告訴這些學生 你到台灣去之後 你可以工作 每個月可以領到 900萬英頓的印尼幣 大家成合台幣 1萬9千元 每個月可以領到 1萬9千元的這樣一個工資 而且你到台灣去 他們會給你吃跟住 還有費用等等之類的 這是印尼當地的報紙 而且不是只有一份 我剛剛只是把它放大 來做一個解讀 這是仲介的廣告 對 仲介的廣告 然後仲介在台灣做什麼廣告 對不起 他在台灣 給很多實習的 這個所謂的公司 告訴他這些學生 比外國的老公好用 為什麼 因為你不用安家費 你不用符合一利益休 而且你申請的學校 你申請的公司 完全不需要有什麼工廠 證明 還有一些所謂的廠房設備 都不用 這是仲介給業者的廣告 這是仲介給學生的廣告 所以彼此之間 學生就來了 然後學生來了之後 招攬黑工的概念 對 學工好不好 學工 然後來了之後 其實那天質詢教育部 我教部做了徹查 然後他們告訴我說 沒有 他們是 所謂的40小時是打工20小時 實習20小時 總共交起來變成40小時 教育部這個目前為止 其實還是某種族在替學校 來解圍 然後他們也說 他們訪問的所有的學生 學生都說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在執行的時候 我沒有告訴大家 其實我不是聽仲介的話 我是實際 這些都是我在辦公室的學生 有24個人 24個學生 因為他們背對著 為什麼要到這個時候 之前也跟萬安委員討論過 但是我們為什麼到這個時候來 因為他們學習結束 學生很怕被遣送回國 這是學生來跟我們講 所有的一個狀況 然後學生也給我了他的住宿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大家不是說打工20小時 第二年嗎 這些學生第一年就去打工 而且你看他們的薪資單 一個月總共2萬4 然後他這邊有告訴你 一個月136個小時 136個小時的話 表示一個禮拜是超過20小時 將近26.8小時 所以這完全違反教育部的規定 有這麼多事情在 所以不是只有我剛剛所講的學校 然後這件事一暴露之後 有非常多的訊息就來 有非常多的學校 他們其實都是有這樣的問題 你亂做的結果 那你這個政策草率 就一定會有奸商 看到漏洞 有商機 一定蹭裡擺爬 那就變成了整個四不相 整個都歪掉了 否則的話 我們歡迎所有的 這些國際的學生來 讓我們更國際化 讓很多的人才進來 其實是好事 因為台灣很多時候 他們需要學生 然後仲介就利用這個方式 把學生到台灣來 然後這些學校 又可以拿到教育部的補助 然後他們引進去的 所謂的實習的單位裡面 其實也可以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得到這些所謂的學功 所以三者之間 有彼此緩緩相控的關係 不是說我所揭露的學校 其實還包括你剛剛所看到的 還有很多其他 目前正在調查的 我只能說 很多學校報得很好 而且你新南鄉政策 給這些國際專班 你如果能夠給這些國際 東南亞的學生 能夠到台灣來 透過實習 透過學習 他們可以獲得學位 也有一些的經驗 同時給學校有很多的聲援 這是三贏的局面 但是就有很多不孝業者 就因為這樣然後來介入 介入之後 讓我們很多的學生 就輪偶剛好做的學功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因為學生承受補助 所以他們透過關係 二十幾個學生特別來跟我們哭訴 他們覺得他們很累 而且學校說學生必須提供宿舍 然後只有四天的時間在學校念書 可以有兩天時間去實習 對不起 學生從頭到頭就住在 他們所打工附近的地方 由仲介租房子給他們租 而且他們都沒有輸租 所以等等非常簡陋的一個條件 我們真的要問 這樣子的一個新南鄉的專班 利益很好 可是當有很多的螺絲鬆了 當有很多的缺口 有很多的漏洞進來之後 我們到底怎麼樣去面對 人家也是辛辛苦苦 這些都是他們要過來之後 他們要先領 他們要先交給仲介一筆錢 這些錢通常2萬塊錢 2萬塊錢在印尼來說一個月 算是很大的錢 他們期待可以透過打工拿到學位 然後能夠拿到證書之後能夠回去 可是他們卻被這樣一個對待 我們必須說有很多辦得很好 但是這些漏洞是層出不窮的 然後我們教育單位就說 我們會不斷的尋訪尋訪 但是重點就是 你尋訪真的有辦法 touch到問題的中心嗎 你的人員夠嗎 這些問題都不斷的出現 所以還有另外一點很重要的 印尼單位當然有必要 來自作樣的處置 但是印尼有很多省的教育處 就跟仲介 彼此還是有一些關聯的 這個東西都是他們這些國家的 一些文化上面的 所以這些環環相扣來說的話 我們真的必須要問 整個利益很好的一個 所謂的專班的一個系統 到目前為止有這麼多的 其他的勢力介入來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如何 給這些人交代 各位我請問一下 因為印尼的部分我們管不到 請問你剛剛講那麼多 這個凶狠的業者 其實主持人我看這個 不是用政治新聞角度 用社會新聞 很肥的一塊肉 這些業者這麼大膽 明目張膽 我就是要剝 我就是要剝削你 請問柯委員這後面有沒有立委 有沒有民意代表 有人就能有這麼大膽 因為新南向政策也好 官宏專案 就是越南團跑光光的 也是有很多預算在裡面 你只要問過去的外勞 有沒有中間有沒有立委 我們要講移工 就之前那一塊洞 有沒有 2005年那個 你又把問題丟給我 謝謝 2005年那個太勞 在高捷那個稍數是 對 從這些一路下來 那一塊肉是有人在分的 你政黨輪替我照分 那是藍綠的共識的一塊餅 這東西沒有我們表面上 看得那麼簡單 整個新南向政策 其實現在衝擊到 我們看到這最近的新聞 大概兩個 一個是高教體系的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是觀光的問題 這一次發現包括醒屋大學 發生他們真的來就學 但實際上是來打工實習 事實上這違反很多 相關的法令 而且之前我跟柯正委員 也有討論過這個案子 他也知道就是說 事實上這些學生十月份來 十一月多就被帶去工廠 去工作 美其民說實習 事實上他一天工作四天 禮拜一天到禮拜三就工作 事實上上課只有兩天 而且很多時候他們是站著 一天要包裝三萬個隱形眼鏡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血汗 工作條件非常的惡劣 整個勞工條件非常的惡劣 談到就是說新南向 因為今天我們高教體系 大家一味的講說 我們要國際化 吸引外籍的學生進來 但不思真正怎麼樣 解決核心的問題 也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都覺得說 非常潛諜就是說 要衝這個人數 解決現在財務的缺口 然後要為了學校發展 所以我就衝註冊數 註冊量 然後學生上進來 只完成第一步 但後續的配套 才是真正的關鍵 就整個學校什麼國際化 所以才會造成現在大家 因為剛好新南向政策 然後有一個所謂的東南亞 新南向專班 這樣的一個專案 國際專班 所以開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後門 也就是說 好 我可以用這樣的專案方式 招收很多學生 但在做法上面 政府已經說你不可以透過仲介 不可以透過這樣中間的 這種角色來做 但私底下他們還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突顯出現問題 事實上有學者也提出出來 應該要有公正第三方 或是政府授權的一個 成立的財政法案等等 來做會比較好 可是政府把門開得這麼鬆 主要是因為說 這樣子數據才會好看 學生的人數會變得比較多 還是說 有實際的利益 事實上在 每一次就是說 非常漂亮的數字 因為我註冊量很高 我才可以去跟教育部 升級補助 就是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 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剛剛談到 關宏專案也是 因為觀光局 他們很簡潔就希望說 我衝這個人數 但品質他就交給移民署 為了要人數打包 打標 所以第一步我就開這個大門 但後續的處理 逃逸也好 或是去假 真實的去打工也好 違反很多法令 移民署 警政署 你去做就好了 我只要衝漂亮的人數 但事實上所付出的是 很多不對等的代價出來 所以事實上包括這次越南 153個逃走 當下事實上領隊發現 在飯店外面 剩一個 對 只剩領隊一個人 只剩他自己 那飯店外面事實上 已經非常大啦啦 有人要接這些 所謂觀光客來 但他當下也束手無策 為什麼 我叫了警察來 但警察也沒辦法處理 因為他們都是有 14天合法的簽證 沒有違規的事實 警察也沒辦法處理 所以這就是現在整個 只有口號 但沒有實際相關的配套 跟嚴謹的把關 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也就是說 觀光客假借著 觀紅專案這樣的方式 而且事實上 他們簽證的申請 是一戰式的網路上申請 也就是說 這些國外的機構 仲介也好 我只需要 藉由觀光局駐外的點 去線上申請 一個觀光簽證 然後憑著這個 再去外交部相關單位 去申請 然後電子簽證下來 我就可以進來了 這是非常鬆散的管制 江維我是不是有點苛求 就是說如果你們 明年重新執政的話 這個什麼南向專班什麼 是不是又取消 還是把洞補起來 還是怎麼樣 我們當然是 我覺得要重新的 感覺是他要選總統是嗎 沒有 像 是你拱的 不中拱的 所以我其實同樣 包括新南向政策 包括菲歐朱恩也好 我也回應一下 霍文哥前面講的 Solution要怎麼解決問題 事實上我認為以蔡總統的高度 他出來不管是臉書發文也好 實際飛到金門也好 的確會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我們要看好 實際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比如說 這一次蔡英文總統元旦文告 其實我認為她提出 四個必須 三個防護 事實上國人不會反對 也都贊同 堅守我們的立場 但是他四個必須 這次的對象是說 對岸你必須要尊重台灣人民 堅守自由民主 這樣的一個立場 必須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他的對象是 要求對岸你要必須 然後你要怎麼做到 讓對岸必須正視 有朱恩也是一樣 你必須管制好你的朱恩 對 我要看到你實際的做法 而不是一味的推議就是說 對岸你 因為是你的問題 造成我們兩岸之間 官方沒有往來 沒有溝通 但是我要看到你實際 因為民眾2016年投票給你 希望你真的能夠解決問題 但是兩年多來 我們看到還是沒有突破 沒有任何進展 今天朱恩的市集 已經瀕臨沉下 對不起 要回規外捨都群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蔡英文總統 你要怎麼提出你的具體辦法 如果今天我可以提出來 他的具體辦法 就是蔡總統要提出具體辦法 因為我對蔡總統 明年會不會連這個 我打個問號 我說你們國民黨 你為什麼跟四大佬一樣 我說國民黨 如果明年執政的話 這個問題怎麼辦 我想是提出 所以朱恩的問題 對不起 我補充一下 這個問題沒辦法 再等到民黨執政的時候 已經提出來了 我覺得全面禁止 廚餘來餵租 我覺得這個就很好 18億或是20億 我提出決定 今天農委會 他都財務困難 我當然不會反對 甚至我認為找裁員的話 超收的稅收 是不是可以撥一部分出來 我希望是幫政府 想到裁員的問題 包括不要廚餘來餵租 是不是 梨木或是餵飼料 也需要政府的補貼 如果裁員不夠 要想到錢從哪裡來 是不是超徵的稅收 或是農委會編預算 甚至立法院通過 特別條例也可以 針對這一次朱恩的議題 我們來非常手段來處理 我覺得都可以解決 但行政部門 你要先提出方案出來 我們立法院 絕對當你的後盾 來解決朱恩的問題 第一次